来我们听听看 他说整个检调要被操控的过程中 我在想 为什么说 今天他的记者会 会不会是共同谍案当中 他最后的发生 会不会有人要他下所谓 要他封口 封口的其中一个方法 记出就是大动作 因为如果你看到 整个司法的行动 刚刚我们说 昨天晚上中央社已经完成 机密的研判了 然后中央社马上发布 今天说涉及外患调查局 副高检署 副高检署 我们说你调查局 如果你之前已经知道的话 你都不办 你有没有吃案呢 刑警院你如果也知道 他涉及共同谍 共同谍的话 刑警院你有没有吃案 为什么这么说 刑警院还给我们发布呢 要发布就是说他 哦 就是因为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 这是在16号哦 发布张选要因为家庭因素 所以请辞获准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刑警院你也知道啊 因为王一席说 跟江源长报告 那刑警院你是不是也有吃案呢 可是动作非常非常大 外败患罪在侦办当中 张显耀有没有可能 要他封口的方式 就是立即收压禁键了 来看这个VCR他的控诉 我再次强调 张显耀在过去被交代指示 所尝试的两岸沟通或协商 都有所本 但是 今天能够证明我的清白 就是这些国家精力 我现在说了 就是泄密 但又不能不说 来证明我的清白 所以 所以 群警调 不必来找我 我会去找你们 为了还原 事实的真相 如果有需要 我会主动 早起检调 厘清事实的真相 随时配合 检调的调查 他手中说有一些机密档案 写在遗书 交给律师 我想请教国众大哥 这个情势发展怎么样 随时要他封口 他随时可能真的会被收压吗 张显耀是国安训练出来的 中央警官大学 而且长期在国安单位做过 中国国民党来台湾 这六七十年里面 他们国安情质 有一套自己定的标准 不是他们的人 马上一说用司法侦办 审判判刑 坐牢 甚至判死刑枪毙 是他们的人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家伙来处理 家伙严重的 就偷出去埋掉了 枪毙掉埋起来了 情知人员经常 几年不见了 失踪了 多得很难 讲难听一点 他有可能被封口的方式 也是一枪把他打掉 另外一种就是什么 另外一种是情节比较轻的 送到清新店 清新三段里面 重新再受训 重新训练 这是比较轻的 另外一种是自己没办法制裁 那就请黑道分子 就像江南岸一样 到美国去开枪 不要打死了 这个大家会不知道吗 他今天害怕 他那天接受 跟林伍伙伙伙伙伙伙众 我认为他确实是害怕 害怕 他知道 因為施法都沒 因為施法都沒啟動 如果今天施法啟動 也許他不害怕 因為我已經進入了 施法程序有法律的保障 我可以請律師來辯護 來打官司 現在施法沒有啟動 他已經感覺到 這是在用佳法來處理 佳法處理開始說 我給你調到一個公司董事長 你還不聽 那我只好加法再加碼 結果現在對方一這樣對幹的時候 他就一直變成共諜的時候 就已經沒有辦法加法處理了 你已經失誤破臉了 所以張賢要想保護自己 他現在把余書寫在律師那裡 也就是要保護自己 就像陳啟禮被抓的時候 錄音帶交給白狼一樣 你萬有事情你趕快給我公布 我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張賢要他目的在這裡 重點是說司法是不是被操控 如果調查局現在淪為一個棋子之後 他可能隨時真的搞死了 讓你一句話都不能講 其實剛才國政委員拿出來 調查局一開始就說 這個東西不明確啊 可是當調查局局長去 跟陸委會主委通電話 然後調查局的安全處跑去陸委會 去認定這個機密整集的時候 直轉直下 那為什麼要用調查局 很簡單 因為這要是給張賢要壓力 所以今天張賢要講啊 其實剛才講的好 為了自保 我只要把真相公布於是 在場記者以為他真的要把資料拿出來 不是 他意思是說我會主動去找 不是調查局 去找檢察官 去交代這些事情 他們情勢人員是這樣 有些事情就算遇到法律也不能講 可是張賢要今天已經跟總統講 跟馬總統講說 我為了自保我要把這些事情講出來 不是跟記者講 是跟司法體系講 我的意思是說 馬總統 為什麼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去處理張賢要 為什麼是調查局 我還是在講 從來沒有調查局局長 我這邊很多立委 可不可以舉個例子 調查局局長親自出來開記者會 親自出來辦案 這不是上面有交代 叫你出來施壓 就施壓不成 今天轉成匪諜 如果是匪諜 進入到司法體系 小燕你看好了 馬總統 在兩岸所有的談判 會不會一個個掀出來看 我們現在看到的都是漂亮的 什麼ECFA 千層 大陸光客多少啊 台陸陸生來多少啊 那下面有沒有很多骯髒 見不得的人是翻出來看 但是他現在已經說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 我絕對不相信 張小燕要進指控是 有少數人可以隻手遮天 就算他們可以壓迫操控調查局 但也不可能掌握操控調查局 全部的同仁 他們絕對操控不了 檢調跟法院以及社會大眾 來 欺瞞 我還是要再講一次 什麼叫卸密 卸密是說你把資料交給其他人 所以你一定假如叫他就有警察 你一定有具體說看到什麼資料 時間地點誰吸收他 他拿了多少錢 他一定有具體的資料 你怎麼會說沒有具體資料 然後去陸委會一趟回來就說 這個很清楚 你看今天這個聯合報的一個頭髮 他不是說只有這個調查局在調查 共諜 罪名都先行 蝦老師共諜 他還說不排除 激押 所以調查局或檢調單位變成 這個人要押就押 不押就不押 那國安會的秘書長 余悅雅指出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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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一個犯罪 去視察調查調查局 然後調查局再來辦這個案 我覺得坦白講 調查局是國家的調查局 他是用公有司法調查局 他沒有行政調查局 他不是說行政部門叫你怎麼辦就怎麼辦 你是必須基於說你的職責 檢察官來指揮 相關的案件的一個偵辦 證據到哪裡 辦到哪裡 對不對 那第一時間調查局 有去協同檢察官來辦這個案子嗎 沒有啊 這個案子沒有啊 沒有立案根本 連立案都沒有 所以我說你可能想要 行政也要吃啊 你調查局也要吃啊 也說不通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這些我坦白講 就是剛剛學生其實一開始就這樣 這個案子其實很簡單 就是上面要叫你走 你自己不聽話你沒走 所以就用一個罪名 最後用一個共諜 我們在講洩密 這是七年以下 共諜是內亂外外犯罪 張璇尼耀 以他的個性 我真的很擔心 他不是說啊 現在國民黨不會那麼粗魯 檢調不會那麼粗魯 說拿把槍把你趕幹掉 搞不好出去車禍撞死也有可能 對不對 或者是說以張璇尼耀的個性 我覺得坦白說我真的很擔心 他會想不開 以他的個性 以一輩子 這一個他的一個工作上的一個 他的一個堅持 以我對他的一個認識 你今天說他是共諜 我看這一下沒完沒了 不是說在於黨見諷洪察城 我覺得坦白說這是對國家的一個傷害 我們台灣跟中國的一個談判 你必須有國人的一個支持 國會的監督 那更重要的是說兩岸之間的 不管是和平發展 你要怎麼樣也好 你是要基於彼此的一個善意義嘛 對不對 你今天說他是共諜 結果他不是共諜 你看老公怎麼看 是 你今天假如說 這真的他是共諜 那中國對我們這樣的話 你還跟他 你還傻傻的 還跟中國談判嗎 所以我覺得坦白講 這件事情 你假如說沒有很確切的一個證據 任意的指控 張寫要是共諜 我覺得除了說 對當事者是人格莫殺 對兩岸關係來講 絕對是倒退 來 郭忠大哥 覺得很難過 大家一直在討論說 今天的聯合報燈這麼大 但我上了網站 調查局並沒有說張寫要是共諜的 所以變成說有心人士 可以放話操作到媒體 都會講知情人士 對 但調查局裡面 你從頭到頭 委員 今天調查局也沒出來誠心說 這個東西是給人放話的 他也沒有講 到今天中午 高檢署出來面對媒體 人家去訪問他 欸 調查局 聽說今天要到你那邊去立案了 他說都沒有 他說你們有沒有簡報分案 他說 市政不明確 怎麼簡報分案 台灣高檢署這樣講話 所以這些東西裡面 我們很難過 怎麼會放在頭版 而且是什麼 各大報的頭版 對 各大報的頭版 如果你今天是什麼 是不是調查局的發言人出來講話 或是調查局的新聞稿出來發布 澄清 欸 應該放頭版 台灣這個東西如果說發生到我們 收集談判代表 我跟你講 還有裡面 沒有 自由已經就行了 自由也這麼大 中國時報也這麼大 簡單講了 那算是什麼 大膽預測一下 能夠讓三大報都用頭版來做 這樣的一個頭條 對 我跟國中都是媒體出身 表示放話那個人 分量一定夠 讓媒體的人會相信 所以我大膽預測 這個案子一定會立案 一定會讓他成案 但成案以後後面怎麼查 查多久 最後結果怎麼樣 即使沒有 報喜羅都知道底 不見得 莫須要的證明 但是一定會讓他先成立 表示 寫耀的確實 我現在是最後寫耀可能是清白 我覺得 最後一場 最後是清白 然後現在 為什麼要控告別 不是因為 我已經走到騎虎南下了 我覺得 因為玩得太大 玩到 必須要把他寫耀這個事情 現在定一個 明目下來 不然這個事情 讓整個政府體制 他會失控 我們國家可以這樣子亂搞嗎 這個分析會這樣子 你要個人的清白非常嚴重 但是你也不能把台灣人民當成效 張賢要沒有 張賢要視小 我覺得張賢要沒有前途是大家公認的 他是視小 但台灣要怎麼走是四大 不不不 我這一點我還是不同意 那 王老師 我覺得說台灣的民主法治的人權走到今天 真的得來不易 不能用所謂的個人的恩怨 去超越整個國家的永久的利益 真的是不對 但是現在在司法的東西裡面 我們因為讓我今天我吃飲品而言 我們這些朋友裡面立法院的同事 很擔憂傷心 那一天情緒的崩潰 但是下午看過他開完記者會 我們比較安心 為什麼 好啊 我主動面對檢察官 讓司法體系來做一個處理 讓整個 不要用所謂的 另外一個非正常體系的力量來把它處理 是用回歸到司法體系 他會覺得說 某種程度裡面 讓證據來講的話 因為他如果是你今天立案偵辦他 他主動到高檢署去 至少他知道說 你陸委會丟出什麼東西來指控我 我覺得現在這個東西 讓證據去講的話 不是一件文化的 我不太同意說 國家利益重要 當然也要不重要 你要知道 一個民主國家的標準在哪裡 那個標準對每一個人 都是尊嚴的存在 你在處理他 你的司法是不是合宜 他是代表民主的象徵 那很重要 那非常重要 老師你問我我的意思 我說張顯耀本來是 剛齊曼曼講的 我們都同意 政治市場裡面 他或許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的原因在於說 你對張顯耀的處置 用什麼方式處置 我常常講說 一個國家如果抗爭 抗爭也可以顯示出文明的程度 你知道嗎 一個國家在辦案 也看這個國家的民主程度 你知道嗎 所以我看的不是 國家利益或個人利益 我看的是台灣的民主 是要進步來倒退 所謂民主要進步倒退 就是說 政策不公開 他居然有人可以放這個話 真的那不去查嗎 一個民主國家 可以用這種報紙去把人格 還沒有省之前 民主國家是無罪推進 還沒有省之前就列這樣的標題 這沒有責任嗎 所以媒體是共犯吧 我現在講說 媒體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所有國家本身的利益 受到重大的傷害了嗎 所以我現在講說 不是張顯耀而已 張顯耀的處理方式 顯現出我們民主成熟的程度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完全支持 因為親自在位還要很大的加強 你們不覺得這是一個 所謂如果真的是一個集團 一個幫派 你知道嗎 因為總統府在發言的時候 對外說明 包括昨天國民黨 也有一個新聞稿 國民黨也在講這個事情 這是國民黨的新聞稿 張顯耀按國民黨說 蔡主席應該停止 鬥爭與制止不當的言論 他們都沒有出來說話 昨天有網友跟我說 主播 那個總統府出來講話 真的是馬總統的話嗎 還是在幫誰講 那你看府院黨 包括整個行政院跟陸委會 跟吳美宏 很多網友跟我說 吳美宏怎麼大大 他就點點就沒問題 不然他的事情 吳美宏到一大堆 說到奇怪 覺得他都什麼都知道 我叫他這樣說 你叫他這樣說 對 所以這背後是誰 你會不會覺得說 這背後是不是有一個 什麼樣的集團在操控這些人 包括你不要看有些媒體 一開始的時候就出來放話 說張顯耀要怎麼樣 這是什麼 這在行訴一個人格摧毀 各位想想想 之前想想什麼 鳳梨梨書 對 南部財團 打麻將 對 後來說 這個都不是 跟什麼有關係 工作有一點 現在上升到匪諜 我會說 這些劇本是怎樣 是不同的人在編 還是每天晚上編不同的劇本 因為事情發展不一樣 哼哼哼 我覺得齁 你要講蔡英文 你應該齁 國民黨應該問蔡英文 就是說 你那時候從陸委會 這是今天的 對 還有這個 是前一天 說民進黨 你不要記得他搞政治 我覺得國民黨 應該問蔡主席 說你那時候 從陸委會主委下來的時候 有沒有鬧一個 共諜案 那時候民黨是不因為 講你是共諜 把你弄下來 所以你才願意下來 不是嘛 政務官上上下下 我覺得 台灣人民都可以接受 因為看太多了 可是你處理他 如果真的照陳雲學生委員講 說我非得立一個案不可 因為三大暴影都變頭條了 對不對 不立案我沒辦法 可到最後會烏龍 對 你想在他那邊怎麼看 而且剛剛請問大哥說 斷然 以後會是烏龍 對 那現在這個國家是怎樣 可是烏龍啊 最後一定朝他後來 不不了了之 有啊 各位 那時候不是說關梭案 王金平關梭案嗎 你知道最近有結案啦 不起訴啊 有沒有不了了之 有當時弄一個正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台灣人民怎麼看 對 司法怎麼辦 嗯 嗯 那 老公一定覺得說 啊你們內鬥把我扯進來說 是我養的人 對 啊美國人在看說 欸 你處理兩岸關係 到最後你們可以鬥成這個樣子 對 小燕我意思是說 馬政府毀了就算了 台灣還在 嗯 那台灣以後 這個兩岸關係 不論國民黨執政或民進黨執政 怎麼搞啊 所以我說 所以剛才開記者 就是總統啊 總統你讓你底下 金普聰也這麼重要 國安會秘書長 陸委會主委 王玉琪也這麼重要 儘管外界認為他是回重聰 對不對 然後 你的後面副主委 張顯宜也是你任命的啊 你任命也這麼重要 你讓兩派人們在互相 早上坐在這裏 總統在想說 拿著穿著黑白鎚 大家大來大過世 你在兩派鬥爭 你總統都頂不頂 馬跟金實在是不能閃 小燕我又是補充一下 總統應該出來開記者會 沒有兩派啊 剩下一整個國家 繼續對一個人 只要只有一個人 這兩個只要等下打電話 請他們 共犯 只要打電話而已 是 請 我跟一個 有 十幾年的兩岸談判經驗 第一線談判人員 談過這件事 他跟我告訴我說 他現在就看了嘛 總統怎麼收這個場 他覺得真的是太離譜了 因為你看張顯耀他其實他是 他在陸委會有三個副主委 其實是有分工的 林主嘉他是負責經貿 所有服貿貿貿都是他 那王美宏 王美宏他是負責這個 他是企劃法政策 他是負責兩岸辦事處理 就這兩大塊 那實務上這些機密業務怎麼處理 這是誰負責 那另外一個就不知道 所以有很多的特任的副主委 他其實不知道說 現在到底在談談什麼事情 所以張顯耀不見得知道說 相關的這個談判的整個工作底線 或者是什麼 所以他覺得說這件事情 假如說真的要講說 張顯耀泄命 其實他在實務上 工作上是不太可能會發生 是不太可能會發生 那更何況說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你洩密一定是有 對方有資料 掌握訊息 那現在這個尾沒有啊 你說張顯耀把資料拿出去 拿給誰你要講清楚 對不對 然後他說沒有具體的證明 你就說張顯耀泄命 所以他坦白講 這位相當資深的這個談判人 又告訴我說 你就當著看馬總統怎麼收尾 我坦白講 他會說 這沒有辦法說 到最後就烏龍一場 不了了之 但是我們現在在看恐怖的是什麼 就是說 你看今天聯合報的頭盤頭 我剛剛講 這不是說要洩密 我唸給大家 他說 這個檢調 有可能今天就要對張進行監控 過濾他交往的對象 約談刀案 是否犯罪 或有竄竄之餘 可能面臨擠壓的命運 這個怎麼樣要辦都講好了 所以張顯耀要搞不好兩天就被收藥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國家的調查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動用施行 可以說上面叫大家要羈押 你就羈押嗎 可以 你要怎麼樣就怎麼樣嗎 說他是共諜就共諜 說他是鳳梨書就鳳梨書 說他是這個泄密就泄密嗎 可以這樣嗎 沒有任何證據 調查局長還出來 這個接受媒體訪問 還派他的處長去 你講說真的是 國家安全 對 沒有錯 張顯耀要今天講的一個重點 共諜的國家安全 沒有錯啊 接手來偵辦他的安全 張顯耀今天講的一個重點 你看看 金手的這些資料料的人有多少個 對不對 你怎麼說張顯耀是洩密 怎麼不會是王毅奇洩密 怎麼不會是金普通洩密 對不對 我說中國也沒有那麼笨啊 對不對 張顯耀 他是第一線的 或者是說在這種事務人員 負責執行業務的人 我在國安單位 我待過我知道 陸委會是執行單位而已啊 他怎麼會是決策單位 對不對 我要是要吸收 我會吸收金普通洩 我告訴你 是最快的方式 我一定是吸收總統 會去蒙蔽總統 會去欺騙總統 會去犧牲台灣利益的人 你不是說 我說我假如是中國的話 還是張顯耀 在幫我 我會去吸收 總統旁邊有影響力的人 為什麼總統要保重 來王定議人在線上 等一下 來觀眾朋友 我稍後的這個圖表要告訴你 王毅奇先生 就是王毅奇主委 王毅奇先生